作词 曲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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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直以来 我们寒记纺织 都在伯父您的照顾下 稳定中求发展 生意越做越好 客户才越来越大 还有就是 陈翁六伯父您 您看得起我妹妹 她才能顺利 跟她最爱的人 跟她最爱的人 之前少爷结婚 而且我妹妹经常说 在这个家里面 您对她很照顾 很疼爱 所以今天来 是为了感谢您 感谢您 对我们的关爱和照顾 谢谢您 谢谢您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的个性 之前和巧双 他们那是自由恋爱 巧双能做我的媳妇 那也是我们的缘分 我不照顾她 我照顾谁呀 有什么事呀 快起来说 上龙 快点 扶她起来说 起来说吧 起来说 坐 坐这 坐呀 我 坐 坐下 好 好 伯父 其实 事情是这样的 这份计划书 我写了好久了 只是 一直不敢拿出来 现在我 伯父 这份计划书 是纺织厂 这半年的盈云报表 业务的成长 是越来越高 机器的负荷量 也越来越重 所以 我才写了这份 扩建厂房的详细计划 我现在 和英国的一家厂商 拟定好了一份合同 目的就是 要填够大量的 新型的 先进的纺织机 我的计划是 一次 就多眼睛一些 我的目标是 能够实现 跨时代的 改良和扩建 所以 现在只要 潜移到位的话 我的计划 马上就可以实施了 现在 我的想法是 如果伯父 您能借给我些钱 或者是 请您来 入股 做我们的股东 那事情 就变得顺利多了 是这样 是啊 是啊 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 真的是很大 所以 我真的很希望 能够跟您合作 希望 您能够帮我们融资 家董啊 照这么说 融资需要多少钱呢 依照现在的计划 一百万 一百万 是啊 是啊 现在 和英国的厂商 做生意 机械和运费 是省不了的 好吧 你的提议 我会好好地考虑 计划书呢 也先放在我这儿 我看过以后 过几天 我再给你下行 好 好好 应该考虑 应该考虑 那不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好好 慢走啊 谢谢 生龙送 家董少爷 不用麻烦 不用麻烦 再见 生龙啊 这份计划书上面的 营运状况 和合作公司 你拿去好好研究一下 是啊 这家董少爷 还真不简单 年纪轻轻的 就经历了这么多 大风大浪 把家里的纺织厂 经营得这么有声有色 已经是个人才了 尤其是 尤其怎样 最难得的是 他已经喜欢我们大小姐很久了 好 但是什么都没说 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在旁边 支持他 帮助他 像这种人 实在是太难得了 品德太好了 帮助如意 真有这回事 是啊 好 这份计划书 你拿去好好研究一下 结果如何 我们再做 定夺 是 这个如意呀 还真是人见人爱呀 如意 如意现在应该去洋号上班了吧 对 我应该碰不上的 怎么是 怎么是他呀 一千 哎呦 长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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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豆腐来了 听说 你很喜欢我们家大小姐 是不是真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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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 没有的 没有 对 真的 真的没有 快 我先回去 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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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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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你怎么好像不认识我 我们之间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生疏了 就是那个 因为那个 所以我 所以我才那个 我才 我那个 好啦 你不要再这个那个了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也不要觉得难为情 你不要怪你妈了 其实在你妈的眼里 她看到的 是你一直以来那么照顾我们 对我们那么好 尤其是文香哥走了以后 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多的忙 所以你妈眼里 看到我们之间的互动 她会产生那种联想 这也是难免的 可是我妈她 哎呀 我 其实 其实我们的心里都很明白 我们之间这份兄妹的感情 都已经这么深了 来 坐 我还会不了解你吗 倒是你 你为什么一看到我 就跑开了 我 我就是不知道 要怎么跟你解释 我妈昨天来提新事 焦焦都跟我解释过了 其实我们之间 还需要解释吗 我们已经是最好的朋友了 永远都是 如果以后 你看到我 还要不好意思地跑开 那我会很难过的 不会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发誓 我下回绝对不再这么干了 我知道 你别那么认真 好了 好了好了 咱们来说点别的吧 对对对 咱们说别的 说别的 别再说这个 对了 Ria 你最近到你爸的洋行 帮忙照看生意 做怎么样了 还好啊 就是忙了一点 那好 那好 生意忙才好是吧 不过 你得多注意自己身体 希望别累会坏了 我不累 你放心 倒是你 你每天要用体力 才更需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别太累了 我 我 我哪会累呀 你放心 我不累 你看看 我力气 哎呀 你看 多轻松 厉害吧 体力好吧 轻松 一 二 好了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的力气大 你不要再跳了 结实啊 爸 您怎么来了 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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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爸 我 我没有让姐姐一个人在洋行忙 我只是去的时间比较短 没忙到什么事就回来了 这是你刚话的话 爸 你别生气 我明天一定会去洋行久一点 你这么喜欢画画 爸 您知道的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只是 之前呢 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洋行的生意 好 不要光想着画画 尤其是不能沉迷在里面 知道吗 知道了爸爸 我知道 告诉我 你怎么会想着画这种风景画 啊 结婚之前我跟巧双 喜欢到江湾去玩 看到美丽的风景 就忍不住 想要把它画下来了 这样啊 来 把笔给我 笔给你 给我 这钱呢 你还真有点我的遗传了 画得不错 这里再加深一点 效果会更好一些 爸 你这两笔加得真是太好了 这 这简直是神来之别啊 爸 这真是让人不敢相信啊 爸 爸 爸 老爷 爸 林太太 和两个小外孙呢 坐 爸 我婆婆 有老客户 要办喜事 得赶紧加工 做玉带糕 惠次和念祖也去帮忙 晚一点才会回来 今天 就不跟大家一起吃饭了 原来是这样 让她不要太累了 来 吃饭 好 爸 您放心 我妈 她会自己照顾自己的 如意啊 你也要好好照顾照顾自己呀 我听说呀 最近你天天在布庄很晚才回来 客人们都指明 要跟你买布呢 也别太累了啊 爸 我才不累呢 我只不过是帮志天看着生意而已 他才是要扛责任的人 扛责任 我看呢 他扛画板的时间比较长吧 爸 连着几天 这天都到洋行来过 而且很多事情 我还得追着他问呢 哦 他长进这么快呀 你啊 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姐姐 她帮你多少忙啊 我知道爸 我对我姐姐的感激啊 那是永远也说不完的 你可别只跟我说个谢字 就把生意都丢给我不管了 不是 我啊 还要跟你学很多染布的知识呢 啊 染布啊 姐 这件事你可不能问我啊 你应该问加东或是圣龙 尤其是加东 他对染布可懂了 你如果问他的话 他会很乐意告诉你的 是啊是啊 说起我哥呀 那可是纺织界的青年台俊啊 我真没想到 我哥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好 他说还要扩厂 还要向老外卖机器 真是大手笔啊 对了吧 我跟那个扩厂投资的事情 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你们一个个把加东说得那么好 我不投资行嘛 不过 我还没问问如意的意见呢 我想 你和加东 也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你的意见 爸也需要参考啊 爸 加东 他确实是个好人 自从文湘哥走了以后 他也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有一次 我还不小心连累他 害他受伤了 哦 我听说 加东他 对你 也很有好感啊 爸 我们不谈这个 我是很感谢他 不过 爸 我们不谈这个好不好 谈其他的 好好好 咱们不谈个人感情问题啊 不过这个 投资嘛 一百万 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不过 如果你也说好 爸就听你的 明天 让加东过来 把字签了 爸 这事怎么让我来决定呢 我才刚进洋行没多久 什么事都还不清楚呢 爸 我看 如果这个合作方案还不错的话 还是让爸爸您来决定吧 不过 生意归生意 数目多少不重要 还是要慎重一点比较好啊 确实要慎重一点 来 吃饭 你都是说句话呀 我也同意姐姐的意思 一切都按照爸的决定 咱们就别插嘴了 是吧 爸 吃饭 咱们吃饭 吃饭 来 多吃点 好 吃 让你把我哥哥说句话都不行 你到底爱不爱我呀 哎呀 你一天要我说多少遍呢 我爱你 我爱你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你爱我 爱我为什么不帮我哥哥说句话 我哥哥的投资案放在你爸爸那里 已经那么长时间了 翻来覆去的就是盯不下来 我哥哥着急等着钱用 你们家倒好 你哥哥的都把我哥哥当外人看 那我算什么呀 我可是他的新妹妹 你们留下有没有把我当儿媳妇 姑奶奶 谁把你哥当外人了 你姐姐 什么叫生意归生意 啊 投资案的事情 还是爸爸来决定 爸爸明明让他决定 他要给推回去了 我真是不明白 帮我哥哥说句话怎么了 割他的肉了 明明就是故意的 气人才是 根本没有把我们寒假的人 当你们留下的亲戚 巧妆你说什么呢 难道我姐说错了吗 本来就是爸爸做主 生意归生意嘛 更何况 爸爸也没说不投资 你何必跟我姐姐有气 什么都怪我姐姐呢 我不怪他也要怪你 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我的事放在心上 所以你才会跟他一个迷口出息 下来嗷死我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真不知道你在争些什么 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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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你们把我当外人 在你们心目中 只有你姐姐才是你们一家人 根本就没有我 少奶奶 你别生气了 我帮你泡了杯人参茶 你喝了消消气 我怎么喝得下去 我怎么喝得下去啊 少奶奶 你生气也不是个办法 那我该怎么办呢 这期待根本就是脑子坏掉了 我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 刚才示范时 你也看见了 那个林如意 说什么投资的事情 让爸爸慎重地考虑 我看他们父子俩啊 根本什么事都是听他的 少奶奶 大小姐那句话 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啊 我看他呀 就是想趁现在老爷疼他 少爷又对他那么好的时候 想要把 少奶奶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地位可就 你休想 我倒是要看看 看他怎么着 我要让他知道 谁才是刘家真正的女主人 不信的话就等着瞧吧 之前很感谢姐姐如意 为了能让他画画 而去洋行帮忙 所以他一边画画 一边更用心地去布装工作 学习经营洋行的生意 他想 只有这样 才不会辜负姐姐 为他所做的牺牲 如意看到志谦这么用心 也感到很欣慰 为了刘老爷 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家业 姐弟俩相互鼓励 相互帮助 来 尝尝这个 这个很好吃的 多吃点啊 姐姐 外公家的菜好好吃 好好吃啊 你说是吧 是啊 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 对 我也喜欢吃 念头你看 这是长生叔叔送来的豆干 我好喜欢吃啊 我都要 我都要 给你 我爱豆干 那给你 多吃点啊 我要帮你夹菜 给你 少奶奶早 这是稀饭 就妈走 就妈走 老爷他们人呢 老爷他们已经吃过了 姐姐 我帮你夹菜 吃个早饭也冷冷清清 这可好吃了 谢谢啊 那你也多吃一点 谢谢 不过生意归生意 数目多少不重要 还是要慎重一点 就好 念头 你也吃 生意归生意 爸爸做主就好 欺人太甚 根本就不把我们寒假的人 当留假的亲戚 念头 来 姐姐 我要帮你夹菜 谢谢 我帮你夹那盘菜吧 不要了 你又夹不到 夹得到 干嘛呢你们 你先 舅妈 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的 舅妈 你不要生气 我来帮你擦一擦吧 行了行了 不用了 吃你自己的吧 念头 来 我来给你夹菜 多吃点啊 我也帮你夹 好 快点吃啊 快点吃 姐姐 我帮你夹那根油条吧 你很喜欢吃的 好啊 就是 dig炫一眼 我们大家都拥思 我来家 愿意icio 您堵 朋友们 微小 beta 小妹妹 army 小心 我可不可以 姐姐 姐姐 让我看看 舅妈 你为什么要踢到弟弟的椅子 怎么办呢 我 又不是故意的 你明明就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又怎么样 舅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刘家的地方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才是刘家的主人 容不得你们明家的这些外人 在这里住最好的房间 跟我在这里一起吃饭 疼死了 念祖 念祖你不要哭了 念祖 不哭不哭 姐姐帮你擦 你一直在流血啊 怎么办呢 念祖 你不要哭了 你怎么 长生叔叔 念祖他流了好多鼻血啊 长生叔叔 长生叔叔 念祖 不哭了 长叔叔马上送到医院去 怎么回事 念祖怎么满脸是血啊 外公 我现在马上送你祖到医院去啊 好好送医院送医院 路上小心的啊 外公 我好疼 我好疼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吃个饭呢 也会摔倒 夹菜夹不到 也不会说一声 还拿筷子 煎了我一手的油 外公 啊 舅妈他骗人 明明就是他故意踢到弟弟的椅子的 你胡说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骑他椅子了 明明是你们家菜 煎了我一手的油 那不是我的错 就算是借了你一手油 你也不能踢孩子的椅子啊 混子 告诉外公 到底怎么回事 啊 说 说 说 没关系 啊 舅妈 舅妈他说 我们都是心灵的外人 没有资格住最好的房间 更没有资格跟他一起吃饭 啊 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吗 啊 爸 你怎么听听外人瞎说呀 我相信你自己的儿女媳妇 你还 啊 外公 你不要打救吗 他们都是我刘家的人 分什么外人内人啊 他们是我的外孙 身上流的是我的血 哪有什么外人哪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心里只有临家的人 干杯就没有我这个儿媳妇 你 怎么了 發生什么事了 芷芊 我好冤枉 我真的好冤枉啊 怎么了 巧双 你还说你冤枉 你才过门没多久 就能伤人家孩子的脸出气啊 你伤孩子的脸 这 念祖被他伤得满脸是血 已经送医院了 是真的吗 巧双 你 你怎么可以把念祖弄伤呢 你怎么可以欺负孩子呢 我什么时候欺负孩子了 是他们在欺负我 你们都在欺负我 小双 小双 回来 老爷 您别生气啊 我能不生气吗 外公 乖 乖 别害怕啊 有外公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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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没说 不生气 你真的是个大傻瓜 把你们刘家的财产 全都变成他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 我说的话都是对的 够了 巧双 我不许你污蔑我姐姐 我怎么污蔑她了 我说的都是金话 以后 在我面前 你不要再跟我听那个女人 她的事情我一句都不想听 我不想听 不想听 巧双 我不想听 真不明白 为什么 为什么 舅妈那么讨厌我们 还说我们不是外公家的人 没有答应那就太好了 谢谢医生 谢谢 谢谢医生 没事没事 念祖 怎么样 还疼不疼 你好像脸色不太好 你是不是还有哪不舒服啊 身体也没有不舒服 那你就 你就笑着点啊 男孩子啊 要 要勇敢一点的 寅祖 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啊 成生叔叔 我和姐姐 有句话 都放在心里 不知道 该不该说 哎呀 有话想说就说 说出来啊 成生叔叔 嗯 嗯 我们自从搬到外公家住 什么都很好 外公也很疼我们 可惜就是 就是什么 舅妈 她不喜欢我们 好像还很讨厌我们 舅妈 在吃饭的时候 还说 我们是林家人 她们是刘家人 我们不是一家人 林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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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听叔叔说啊 你呢 千万别 别胡思乱想 我想你舅妈 只是一时生气 才会不小心 把你弄伤的 她绝对是没有恶意的 林祖 咱们做人呢 千万要记得 不要记住人家生气的时候 所说的话 尤其呢 不要在你妈妈面前 讲这些话 让她担心 你知道了吗 念祖 念祖 妈妈 念祖 哎呀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如意啊 我看看 没事 医生说她 她只是皮肉伤 没什么大碍 休养几天就好 你别担心啊 谢谢你长生哥 送念祖到医院来 哎呀 碰巧遇上 还疼吗 嗯 不疼啊 没事就好 那我先送豆腐了 再见 哎 诚生哥 我送你 念祖 妈妈送一下 诚生叔叔 嗯 马上就回来 嗯 诚生哥 谢谢你 有什么冒陷的 你别送了 你赶紧回去陪念祖吧 嗯 那我就不送了 那我就不送了 哎 如意啊 嗯 有事吗 呃 如意啊 你搬到刘家 和你爸爸一块生活 一些都过得还好吗 我很好啊 我爸爸他对我们很好 而且 我在杨恒的工作 也很顺利的 哦 那 那你们和你弟媳之间 是不是有点误会啊 没事 真的没事 你别担心 而且 要真有什么误会 我会去跟他说清楚的 巧双是个女孩子嘛 刚嫁到刘家 难免 有时会闹给小脾气 没事 真的没事 嗯 嗯 没事就好 那 我就先送豆腐球啊 嗯 回家见 哎 妈妈 嗯 我以前考试都考六十多分 您经常骂我 这回我考了八十九分 您该高兴了吧 嗯 这次成绩真的很不错 好 给你吃块苹果 嗯 谢谢妈妈 不过姐姐比我考的更好 他考了九十八分 哦 那念祖可要加油了 嗯 我一定会加油 念祖啊 我们搬到外公家 有这么多天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还习惯吗 嗯 很好 外公非常疼我们 还给我们买很多很多好吃的 还开车 带我们去街上玩 外公答应过我 如果我考了一百分 他 就会给我买好多好多的礼物 嗯 那念祖高兴吗 嗯 当然高兴啊 那舅舅呢 嗯 舅舅 对了妈妈 我告诉你 有一次我和姐姐偷看舅舅画画 她画的真的好漂亮 哎 你们怎么可以去偷看舅舅画画呢 因为我也喜欢画画啊 对了妈妈 我听说舅舅一画画 外公就很生气 这是为什么 念祖啊 外公不是生气 外公只是不希望舅舅沉迷于画画 耽误了杨航的生意 那又是为什么 因为舅舅是刘家唯一的儿子啊 外公希望 你舅舅他以后 能成为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企业家 哦 我知道了 那你说 舅舅舅疼你们吗 嗯 当然疼 他有一次带我和姐姐去街上玩 给我们买了很多很多好吃的 带你们两个出去玩 怎么没告诉妈妈 哦 舅舅说谁也不能告诉 要不就再也不带我们出去玩了 对了 舅舅是不是怕让舅妈知道 怕让舅妈知道 我觉得 你觉得什么 我觉得 舅妈乖乖的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以后呢要多尊重长辈 不能再这样没大没小的了 知不知道 可是 舅妈他 舅妈会这么生气 一定是你们也有错 嗯 我吃饭的时候 把筷子甩得太高 见了舅妈 你一手的哟 所以啊 难怪舅妈 难怪舅妈要这么生气 可是我马上说对不起了 她还是很生气 好了好了 没关系的 我们现在住在外公家 外公还有舅舅 都很疼我们 都很疼我们 所以我们要跟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不要再给外公增加困扰了 好不好 嗯 我知道了 念祖 念祖 舅舅 怎么样了 伤得怎么样了 啊 芝芊 你怎么跑来了 哎 乔双把念祖弄伤了 我不来看看怎么行啊 乔双实在是太蛮横了 怎么把孩子伤成这样 没事 你别怪他 来 姐 对不起 我不知道乔双会霸道成今天这个样子 没事没事 是念祖自己也不好 哎 芝芊 我看你还是先去洋行看看吧 念祖的伤成这样 我怎么能 舅舅 没事的 嗯 我刚才告诉妈妈了 你带我们出去玩 还买东西给我们吃呢 哎 我不是让你别说吗 你怎么说了呢 啊 怎么可以不说呢 一定要说 芝芊你这么忙 以后就别带他们出去玩了 姐 你看他们两个这么可爱 我又是他们的舅舅 我做这些不都是应该的吗 芝芊 我只是不希望 你把孩子们给惯坏 是不是啊 嗯 好了芝芊 走吧 你快去洋行吧 我 去吧去吧 好吧 哎 你要怪啊 臭小子 嗯 我走了啊 芝芊 我送你 我送一下舅舅啊 你自己吃苹果 嗯 乖 走吧 乖一点啊 嗯 姐 我真的没有心情再去洋行了 你 你就让我陪着彦祖吧 好吗 芝芊 你现在要陪的人 应该是巧双 啊 她今天闹成这样 我还要陪她 芝芊 女孩子嘛 刚嫁到刘家 你就要多多的体谅她 燕祖 她也有错 你千万不要为了这个 再怪罪她 姐 道理我都跟她讲了 可是她越闹越凶就是听不进去 她非要说你们是外人 我 把我逼急了 我 我就想动手打她 你千万不要啊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 夫妻之间 要多包容 多体谅 千万不要为了这点小事 又把事情给闹大了 姐 这还是小事啊 她今天指着孩子的鼻子 说你们是外人 这还是小事啊 况且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之前忍她 让她 已经很多次了 她今天不顾自己的身份 又欺负孩子 又顶撞爸爸 你叫我怎么再忍她 我真的不能再忍了 好了好了 志倩 拼姐姐的 拼姐姐的好不好 如果 巧双她真的有什么误会的话 让姐姐去跟她说清楚 你们夫妻千万不要吵架 千万不要吵架 姐 你不知道 你去也说不通 我真是不明白 巧双她结婚之前 不是这个样子的 怎么结了婚之后 好像就变了一个人 完全像吃错了药 倘若她今天说的是我 我可以让她 但 但她一直埋怨的人 是你 你别这样 别这么说 也许是姐姐拿你做错了 是姐姐不好 姐 不是你的错 不是你的错 要说错的话 也应该是我 我当时求你 我求你去 让爸爸准我画画 你为了答应爸爸的条件 还答应去洋行工作 我感激你都来不及了 可是 巧双怎么能这么说你 她说你是有备而来的 说你帮我是假的 还说 你真正的目的 是 是有计划的欺赏我们刘家的家产 我 我觉得姐姐你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她还说我不会看人 姐 我 我真的是太对不起你了 没事的 芷芊 你听姐姐的 多劝劝巧双 多陪陪她 不要让误会越来越深 而且 这件事情 要是让爸知道了 他也会担心的 我不去 芷芊 芷芊 是你先求姐的 怎么 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你如果 不去多陪陪她 多红红她的话 那 那事情怎么解决呢 姐我 芷芊 你要是真不听话 那我也不帮你打理洋行的事了 姐姐 你别啊 我 我 好 我去还不行吗 姐我去 这就对了 那你现在就去了 快去吧 回去多陪她巧双 不知道 多让让她 快去 去吧 去去去 快去 快点 去吧 去啊 快点 谁 超人 远 快点 語音 赶快点 对 我们 要就是 为何 为何 唯独你不见 为何 为何 唯独你不会 我恨 我恨 我恨你对我的誓言 不是说过永远长相随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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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好疼 你本来不去 它都是你的梦 为什么 为什么 心爱是一场空 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忘掉你指着我要喝汤 你到底懂不懂 啊 你到底懂不懂 没有你 才是我今生最痛 啊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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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疼 疼 疼 啊 疼 疼 疼